嗨,我从萨米法奇学院,在这个视频中,我会告诉你,如何删除英特内埃科普洛雷尔中的浏览活动。 你的浏览历史记录是英特内埃科普洛雷尔记住并存储在电脑上,作为您浏览网页的信息,这包括信息您已经进入的形式、密码,而网站上您曾经访问过,它可以让你的浏览体验更好。 如果你使用的是共享或公共电脑,你可能不希望到英特内埃科普洛雷尔记住您的浏览数据。 通过查看浏览历史记录,您可以选择删除特定网站,还是回到您已经访问过的网页。 在英特内埃科普洛雷尔中的台式机,点击收藏加按钮,单击历史记录,并选择您希望查看您的历史。 通过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过滤器,按日期查看,显示您最近三周的历史。 看网站,显示您在过去的三个星期访问的网站。 列表,看最长访问的网站,显示了在过去的三个星期最长访问的网站。 看订单走访今天,说明你今天参观止站点,要删除特定网站。 用鼠标右键单击任何邮件列表的网站,然后单击删除。 或者,返回一个页面,通过点击列表中的任何站点。 要删除浏览历史记录。 点击工具按钮,点安全。 然后单击删除浏览历史记录。 选择你想从电脑中删除的数据的类型。 然后单击删除。 如果你希望英特内爱科普洛雷尔删除浏览历史记录。 每次你关闭它,在右上角点击工具按钮。 点击英特内选项。 然后在浏览历史记录选项卡。 选择删除浏览历史记录上退出复选框。 然后再单击删除。 希望这些信息是有帮助的。 感谢您的收看法奇学院。 请喜欢、订阅、分享这顿视频。 并访问我们的网站fawziacademy.com 接着我的计划删除。 在这里的话,用ně面发 prolong光机雨80级 indeed expectations。 其实不าก是后读一尽 stress reserv的时间。 给我们晨ệasil。 忘记一下注写家